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黑 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11点左右的时间 小黑呢,例行查岗 今天呢,刚刚给我们可爱的小奶猫换了这个猫窝 原来是那个大筐 现在呢,换成了这种小伙伴给的这个猫窝 那么今天来一看,我的天 猫妈妈竟然在猫窝里面 然后这些小奶猫的准妈妈竟然在旁边蹲着 哎呀,我真是醉了 都不知道哪一只是我们小奶猫的妈妈了 这一只才是我们小奶猫的妈妈 这一只是他们的外婆 但是外婆带孩子的专业程度呢 是不言而喻的 应该来讲是家里面最高的 所以说这些小奶猫呢 现在感觉已经把外婆当成了妈妈 全都和外婆拱在一起 然后妈妈呢,就在旁边卖胆 这一天天的,这也太高了 看看 哎呀,我们的咪咪真的是 可能她已经把这个小奶猫当成了她自己的宅 而且这个小猫非常的享受 在旁边 饿了的话呢 这是给准备的伙食 然后呢,也可以喝奶 吃的倒没问题 只是现在背份有点乱 不过也不碍事 我们的外婆也是一只小母猫 带孩子的专业程度 绝对比她的妈妈要强很多 不过小口罩也是一只好猫 看看小口罩 我们小口罩带孩子的专业程度 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感觉可能比猫妈妈要稍微差一丢丢 比渣团要好很多 哎呀 这真是晚上的时间 没想到在这个小世界里面 还有这样一处风景在 看看 一只只能 我的天 在这非常妖绕 非常销毁 角落里这边还有一只 好吧 那么咱们也就不打扰这些小猫咪了 让他们继续在这睡吧 他们愿意守着谁就守着谁吧 毕竟已经大了 已经可以吃饭了 看看 这是妈妈又回去了 妈妈 没有我的地方了吗 我要喂奶 小奶猫不需要喝奶了 看得小腿沉的 好吧 那么 咱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